2020北斗电安宫花灯彩绘传统文化发展活动 五日办理全国花灯彩绘大赛 参赛者齐聚北斗电安宫 县长王惠美与县场贵宾一起提笔 为活动揭开序幕 每年来举办我们的彩绘灯笼 在我们家卫十八号就要来开灯仪式 那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有在地的小朋友 有1000人来做花灯的彩绘 为里面选出每一座四十五的农中有七座 把很漂亮的车档笼挂在北斗电安宫的周遭 让我们变成不夜城 可以说很符合我们过年的节庆 先感谢我们王县长对我们报道 非常关心对我们电安宫 关心我们电安宫 如果台湾留下定义公 我们报道的政策留下 我们一年一年的这个灯笼比赛 每年都政策得好两百个 感谢我们电安宫主委 所以我们整个委员会 把我们报道庭 和这个发灯比赛 结尼这段期间 跟完小前点亮的北斗 2020北斗电安宫花灯彩绘 结合学生作品花灯 今年增加到一千个名额 给乡亲报名参加花灯彩绘比赛 并悬挂在电安宫周围 共民众参观 展期至1月18点灯 开始到3月1号 欢迎乡亲过年时节 到北斗电安宫拜妈祖求平安赏花灯 公益频道张华云北斗采访报道